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我是朱在慈全道 今早和大家分享 《以赛雅书》第52章1-6节的《灵修灵寿》 《以赛雅书》52章主要是劝神的子民奋卿 期待救赎主的篇章 1-6节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一至二至 先知呼唤石安兴起 要他的百姓重申得力 经文分别用石安 姓成耶路撒冷 以及石安秘露的居民 来称呼神的百姓 显示神急切地呼唤百姓 第一节 要他们兴起 重申得力 披上能力 穿上华美的衣服 因为神将要刺下救恩 神呼吁石安兴起 从卑微羞辱的警方下高升 不再受外邦 尤其是巴比伦的欺压和核制 第二节 石安要从尘土中起来 神已经亲手地解开石安罪的束缚 就好像解开昔日 每个俘虏颈项上套上的锁链一样 解开他们受折磨的枷锁 因为神在意属神百姓所受的苦难 神要拯救他们 第二个重点 在三至六节 神借先知晓遇救恩的信息 神为惩罚犯罪堕落的以色列人 容让他们在没有收取任何价银之下被老 被卖到巴比伦 但以色列文本是属神的 源于神的慈爱 如今神要拯救他们 第三节 神要将他们无需交付任何赎金而被赎回 神要让他们从巴比伦得释放 归回故土 第四节 先知重提昔日以色列文的先祖 在埃及寄居 不过以色列又被亚述所老 无故被欺压 神曾经看出他们 拯救过他们 面对着现今以色列文被卖被老到巴比伦 神仍要拯救到底 他的子民要得着释放 先知回想救恩的历史 并呼吁他的子民要重新信靠神而得复兴 当埃及阿朔 巴比伦先后无理苦待神的子民 外邦人的统治者激笑并轻视以色列的神 又涉足神的名 他们终必受到制裁 神要使以色列文不再受核制 显出神的大能大力 五节到六节 免得神的性命受泻足 神的百姓必亲身体会神的大能 知道发预言 拯救百姓的是神自己 石安必知道耶和华的性命 知道神必能成就他所命定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或许今天我们被疫情 经济 甚至政治环境所捆绑 我们和昔日的以色列人一样 都是需要恩典的罪人 爱我们的上帝 不会长久忍受欺压者 任意涉足神的性命 上帝会在神的时间 施行人眼中认为不可能的救赎 我们要奋兴 等候救赎主将我们从困境中释放 必能重新披上能力 穿上华美衣服 重拾尊严和喜乐 为了神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 我们同心祈祷 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在历史中救赎的恩典 求你施恩救赎大能的手 继续临到我们 求你让我们在全球的疫情 仍然严峻的时候 有你同行 得梦怜悯请救 愿你的圣灵光照我们 求主除去我们生命中 一切的软弱和罪业 好让我们带着你的应许 活出德性的生命 我们为此感谢你 也愿将一切荣耀 众赞都归你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命祈求 阿门